花莲市各福气站3月开始陆续的开课 市长魏嘉贤 5号上午特别前往了组合福气站 探视社区的长辈 除了鼓励老人家踊跃参与社区各项活动 也提醒老大人要落实防疫的工作 勤洗手 戴口罩 更要注意保暖 确保大家身心都健康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趋缓 花莲市各社区福气站在3月初陆续开课 市长魏嘉贤 5号上午特别前往组合福气站 探视社区长辈 也叮临老人家们要注意身体健康 那花莲市公所总共有13个福气站 那也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延后来做相关的开展 那我们今天首先来关心 那也要谢谢林理事长跟我们黄一红黄理长 长期来对我们社区的每一位长辈的关心跟关怀 不只是只有福气站还有跟实际签订了相关的一个合作方式 可以让老人家在每一天都能够在我们社区的活动中心里面 有很多的资源可以来做一个使用 那我们再次要呼吁所有年轻的朋友 那要好好提醒我们家中的长辈天气变化很大 那也要希望我们每一位长辈都能够有排定相关的一些课程 能够让自己除了能够安排自己的时间之外 也能够常常运动 让自己的身体机能维持一个正常的状况 那长辈的健康才是孩子们的一个幸福 那再次要呼吁大家 那欢迎施工所也会不定期的推出各项的运动方案跟运动的活动 也欢迎我们所有长辈跟我们家里面的一些孩子们 还有我们家中的一个年轻朋友们一起来参与 老人家们每天来到社区福气站 有志工带领跳绿动舞健身操 还有各种的美劳美术课程 而中午还有丰盛营养午餐可以享用 让老大人们身心健康又愉快 市长温家贤也致政开学礼金 鼓励老人家们多多参与社区活动 更丁领为人子女者要多关心家中长辈的生活起居 而在肺炎期间更要落实防疫措施 让大家都能够确保健康平安 借旅会幻市报道